前进偏乡服务第六年的东海关怀营 为期三周的课程最后在忠疗国小举办闭幕式 三个礼拜的课程内容相当生动有趣 在地特色及文化也融入在课程中 让学子们都能够了解自己的家乡 我们东海关怀营到忠疗乡已经第六年 训练我们的志工能够有国际化 领导能力团队合作沟通协调 还有把他的专业能力可以发挥 那对忠疗的小朋友我们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他们喜欢自己的乡镇 从营队开始到课程安排再到执行活动 每一位小队府都必须绞尽脑汁 互相沟通并安排课程 才能够让这六所国小的学子们 在营队中能够有不一样的体会与收获 自己平时就是在家不常出门 所以我自己其实离开家里很久 这是第一次离开家里这么久 然后学习独立以外 还有跟人员之间怎么相处 还有队员之间的相处之间 不管是在讨论课程方面的话 还学习与他们之间的沟通 我们讨论教员是一个团队 然后就是有可能 有时候大家会意见不合什么的 但是就是彼此磨合沟通之后 然后就讨论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棒 然后就大家默契更好 就我觉得可以培养出一些 可能团队沟通 透过东海关怀营三周的课程安排 希望能够让乡内的学子们 从课程中学取知识 让暑假过得更加充实 感谢到东海大学家关怀营的同学 感谢他们的教授 带到我们的同学 来我们中寮这个偏向的所在 让我们小朋友可以 在这个暑假的期间 有他们的团队可以 有更多的学习 还有在学校有更多的一个互动 也感谢这个三个星期的一个关怀营 前进偏乡服务六年的东海关怀营 不仅能够让这群大学生 学会安排课程 互相沟通 领导团队等等 更让中寮乡内 这六所国小的学子们 度过三周满满收获与回忆的暑假生活 记者留永圣中寮采访报道